2018年的12月19号 谈某一种低微聚集能量场的意识 枯骨能量 我称它为枯骨能量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 景语 以上以下所有所有本台的所有文字 都为个人的生命以及工作记录 计时 很多文字为新创你找不到 再来他台言论立场以及行为 跟本台无关 我只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 再来你可以保持开放的心 去聆听去感受 或是选择拒绝 大家都有自由的权利 好再来这是我的生命的记录 我的生命的记录 所以呢很多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呢你听到如果 他可以有共鸣的话 表示我们有一个共识性 他不能有共鸣 可能未来可能未来 你会碰到那如果还保持记忆的话 表示你跟你的潜意识还没有共鸣 不需要多做解答或是多做寻找 因为在其他的地方都找不到 今天谈枯骨意识 最近很多诸文 很多诸文跟这个枯骨的这个能量 低微的聚集意识 有关系 有一种能量 它只有极大的肾怒 或是极大的恐惧 慎怒 怒 慎怒 跟恐惧 它其实是相生相习的 你如果对着一个人 极大的愤怒 你要杀了这个人 这个人可能同时 他会产生极大的恐惧 那这种有的时候 它是聚集型的意识 意识它是会 在我们的空气中 在我们的水里面 在我们的行为里面 在我们的信念 如果它形成行为 它可能会形成体 从气到意念 到意识 到信念 到行为 到体 那 中国或是曾经发生战争的一些DNA里面 的人的DNA里面 都很多都有这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 没有好没有坏 拿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如果 你的生命常常会觉得有莫名其妙的邪恶的念头 莫名其妙 念头它不代表我们 它可能就是一个想法 我突然间我好恨你这个人 我好想把他杀了之类的 这是一个念头 并不代表我真的会做 那这个念头 或者说它的生命 它活着像死的 这是表示你的DNA记忆里面 你的直觉的反应 可能带着这样的 我所谓讲的枯骨能量 这种枯骨能量 在中国很常见 因为中国发生过好几次一直重复的轮回大型的战争 所以这样的战争的子嗣后代 遗传到这样子的DNA 这样子的记忆 这样反应的时候 他们会重复性的 一直重复性的做同样的事情 那常常会 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需求 也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人生的生命的目标 因为这样子的子嗣常常是来自于 比如说我爸爸莫名其妙的为了一个莫名其妙 不知道为什么战死子杀场尸骨未寒 不再重复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或是有可能是上一代 上上一代 上上上一代被谋杀 然后到现在还找不到 莫名其妙的被耻夺了自己生命的权利的 而这样子的记忆 这样子的记忆 他如果在某一个地方传递来 比如说我是杀人的人 他可能会传到我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 所以你的孩子在的DNA 可能会有一种能量 叫做枯骨意识 或是枯骨能量 这个枯骨能量是怎么样 他的人生没有感觉 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完全不知道 他会重复着同样的pattern 然后对人常常会有莫名其妙的念头 这样的人常常会需要借由 比如说去参加一些 去寻求灵性上面的解脱 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 生命一直在重复上有这样的念头 然后到底是为了什么 活着但是不像活着 这是最典型的状态 那这样的状态呢 其实它是常常存在于极权的国家 高压统治 让人民没有自我意识 自由意识 以及让他们有爱 他们会机械式的做同样的行为 而在这样子的行为 如果导致了大型的毁灭 大型的灾害 甚至 甚至 被控制到或是可能基因改造 或是做 比如说八条腿的鸡这样子的 它可能会产生突然大型的死亡 那这种死亡跟其他相关的 就会有所谓的枯骨能量 我讲的所有所有所有的话 都不用相信我 我自己去经历 那没有经历有时候也是 也是一种幸福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章节 讲过这个话 这个人好像在 Eilish 有念圣经的人就知道 我在说什么 那在其他的经文 在其他的国家 在其他的智者 可能也会有意识到 这样子的能量长 那我不知道 我今天只是跟圣经比较有缘 我拿圣经的这一个章节的这一个话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样的能量是怎么样 它就是典型的尸骨未寒 那天会 因为这个东西 它莫名其妙被尺夺了 它不见了 它不见了 那怎么办 可是它应该要有生存的权利 那这个能量去哪里 它就会让这一些制造成为 这些能量的这一些人 产生自我的业力 它的后代会没有感觉 会带着这样的意识 极度的恐惧 或是极度的愤怒 或是没有办法宣泄自己的愤怒 因为其实我们的愤怒 我们的生气 是接着我们的 Lower Chakra 也就是我们的 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你的心跳加速 你很愤怒 其实生气就是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突然间被阻断了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突然间被切断了 人正常会感觉到生气 因为你的能量输出突然被切断 所以重点是 为什么生气 而不是生气本身 所有的情趣都来自于 成因都是有神圣的原因 因为它都是能量 不重复 好 那生气它其实跟我们的passion 生气 愤怒 跟我们的passion 热情 以及创造力 是同一套 是同一个能量系统 所以当它没有了生气的能力 它可能会演变成 对他人有伤害他人的想法 当然最好是不要衍生变成所谓的信念 或是变成行为是最好的 好那当他还是想法念头的时候 这个上帝会怎么做 如果今天这个人有意识到 这样子他寻求一个协助的时候 其实上帝会慢慢慢慢慢慢的重塑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耐心 极大的耐心 在重头的重建 他与人之间的一个同理心 慢慢的可能会经历一些 很痛苦的成长的过程 然后慢慢才会长出血 长出肉 好里面有一个这个话 后来上帝呢 把这个枯骨上面 叠了一个所谓的 一个尸体 这个人又重生了 自己去找这一篇 好那 这个能量 它其实意识 我们的意识之间 是会互相传递的 只是你有感觉 或是没有感觉 这样的人呢 慢慢的其实也可能会建议说 能够尽量吃 不要吃荤就不要吃荤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在吃荤的时候 当我们拿了一个东西 一个物质的东西 到自己的物质的时候 它会形成某一种能量的 共振的能力 不重复 好 那我们很多很多人 对待肉品 它不是自然死亡的状态 它也不是在山里跑来跑去 它被养到 可能本来一头牛 它正常现象只有3%的脂肪 fat 可是我们可能 把它关在一个地方 不给它自由 然后就是每天 给它不健康的 可能打了农药 打了什么的饲料 加了什么添加物的饲料 之后再把它送到涂胎厂 它们闻到死亡的气味 它们会分泌一种激素 肾上腺素 一种某一种皮脂层 那这种皮脂层 它是有毒害的 我再讲一次 这种肾上腺素 这种东西 这种hormone 是有毒害的 是toxic 所以当我们在吃下去 它会变成一个体的时候 它会长出一种能力 就是我对于恐惧 对于愤怒 对于生存的无望 它会有反应 它会在我们的细胞里 所以它这样子 只会让这个状态更恶化 好 那我如果每天吃的 就是一些每天在太阳底下 晒太阳 很舒服 OK 我被拔起来了 好 带有正常的矿物质 正常的这个 阳光的能量 的植物的时候 状况会好很多 好 再来 再来 这个是一个记录 这个是一个我生命 以及工作的记录 以上以下所有文字 为原创 为原创 请尊重 那这个也是客户限定 OK 2018 12月19 晚上